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疫情警戒提升到第三级 为了避免群聚扩大社区感染风险 县府至即日起至6月14日前 停办所有宗教集会活动 希望避免造成防疫的缺口 本县所有宗教集会活动都已暂停办理 各寺庙及宗教场所不开放民众入内参拜 民众可以在庙堂或室外 在符合社交距离的前提下 采十联制佩戴口罩参拜 县政府自去年秋冬防疫以来 及积极辅导各宗教团体 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县府民政处长吴远宁表示 目前疫情逐渐升温 县府也呼吁各宗教团体 务必遵守各项防疫工作 保护你我的健康 目前疫情更加严峻 县政府再次呼吁各宗教团体 务必遵守政府的防疫政策 民众也要维护自身的健康 大家共同来守护家园 让疫情早日平息 恢复正常的生活 先远于秀英表示 现在疫情相当严峻 6月14日前 宗教集会活动停办 在此也呼吁民众 出门一定要佩戴好口罩 如要参拜精神 也请在外就可 现在新冠危险的疫情 真的是大部分 全国宣布提升到第三级的境界 在这里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民众 所有的食堂朋友 现在我们所有的公廟 外面都已经停办了 而且很危险 所以说我们的新冠日子 如果要减身 参拜 在我们的公廟的外面 就在这里 要记得出门 要挂口罩 一定要扎 一定要挂 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考量到目前疫情严峻 县府民政处 早在去年秋冬防疫措施 辅导本县宗教团体 保持社交距离 戴口罩 请洗手 如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疫情警戒提升到第三级 先运于秀英 及县府民政处长吴淵宁 也再次呼吁大家 请遵守政府 定定的各项防疫工作 记者邱品俊 南投采访报道